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照顾过不少小朋友 当年来见到他们的成长 不太因为之余 都有不少的深刻经历 因为来到我家的小朋友 都一定是有些背景 我也不知道他们 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 现在这一刻 我只可以带快乐 温暖 爱给他们 有一个照了18年的小朋友 他跟我说了两句话 因为他18岁要离开我 他说谁人对我好 对我差 我都知道 我说你很感动 你说这句话 那一刻我真的不想他走 他说当初曾经猶疑 要24小时照顾小朋友 会太困身 但当时自己刚好被公司裁员 又想找些事寄托 加上本身都喜欢小朋友 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之下 成为寄养家长 我照过这么多小朋友 我感受到他们很需要的爱 他们会跟我说 很想叫我做妈妈 或者很渴求 有人重视他 欣赏他 如果你放弃了一个小朋友 他们就没有了 我觉得这一刻 我还有能力去做到 给到他 我就会尽力去帮他们 爱他们 疼他们 所以我不想放弃做这一份寄养 黄太太来了 欢迎你 你好 进来坐 很久没见 是 真是很久了 这一天 黄太太的好朋友黄太来探他 做些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 你也是这样 是呀 吃肉瘦 黄太太同样是寄养家长 今年61岁 从事了寄养服务15年 两个人一见面 就赶起臭小孩 难掩对小朋友的爱 两个就有分心 做功课那里有 男生 我觉得男生就没那么刁蚓 那倒是呀 女生就刁蚓扭静一点 现在社署会为18岁以下 因为父母离异 或者患病等原因 而缺乏家庭照顾的儿童 提供儿童住宿照顾服务 他又不是很舍得 因为青少年的阶段 应该有亲人或者长辈在身边提点他们 我身体可以应付得来的 我家庭也没有另外的东西 令到我需要退出的 那我会继续筹他们 现在一共有314个小朋友 正在等候寄养家庭 但可以配对的家庭 只得29个 换言之 每10个小朋友里面 只要一个有机会可以配对到 香港基督教服务署 今年4月至到6月进行调查 更加发现 接近两成的寄养家庭 将会在三年内退出服务 有社工的评估 他们适合 也有需要离开一下家庭 就是这个小孩又需要 我们立刻去做一个配对 但是往往就是找不到家庭 我们多努力去做 都是安排不了他入住 会回复他们的社工 就是对不起 我们找不到家庭 安排不了 调查又发现 有过半的寄养家长 是因为健康原因 以及要照顾家人等 而考虑退出计划 六成四的家长认为 现在每个月社署发放 6530元的寄养儿童生活津贴 并不足以应付学习相关的支出 也有三成多的家长认为 大众不认识寄养家庭的存在 和重要性 成为却步的原因 他们说 他们说退出 都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有时有些心灰疑难 但是今时今日 你想想一下家长 其实生了都可能非用臭 自己都宁愿出去打工 我们希望和社区保母 那个待遇是拍齐的 因为他们都同样是 在社区做着义务性质的工作 照顾小朋友是非常类同的 他们都是大概25、26元一个小时 我看到他们心脏 不是计较了几天的钱 而是看到他们怎样被人支援 被政府对待或被政府支援 他们都想得到一个合理 或者尊重一点的对待 现在社署对寄养家庭 有不少的规定 家长要有小学 或者以上的教育程度 经济情况稳定 家居的环境安全整洁等 立法会议员管浩明 一直关注儿童托管服务的议题 他认为规限多 都令到部分有兴趣的市民却步 大部分的两家庭不是真的为钱 最主要就是希望在一个支援上 也希望正向点去鼓励 但有些比较年纪大 其实我只剩下一个人 或者我没有结婚的 那可不可以呢 这些可不可以有一些宽限呢 因为其实有时来说 他也有上限年纪 譬如五六十岁 他会不会可以帮忙去做照顾 有很多人都很想的 社出回复说 今个年度有大约7.4%的 寄养家庭退出服务 较去年上升六成多 近年发生多宗院社怀疑若疑事件 多人被捕判囚 管浩明说看到这些新闻 部分的养家长照顾压力都增加 认为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援 有一部分的我们叫害群之马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社会那个放大镜一看的时候 就令到整件事 现在就要处理到可能要立法 各样东西 但是一到立法 你知道大家都害怕的 我想他们的压力真的有点大 最近我和他们谈过很多 都是觉得那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那个界线未必很清楚 究竟怎样叫虐待 怎样叫管教 这一点我们都和政府方面反映过 不过希望未来日子里面 有些清晰的预计 或者甚至有些的讲解给他们听 因为如果不是 这样的家庭就会比较上疲累一些 而且容易就是他们灰心 他认为政府都应该趁机 一起检讨所有形式的 儿童住宿照顾服务 其实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他叫做家庭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同学居的事件 我们知道有一部分 可能本身是一个大院舍的 他们都纷纷退出 找叫做家庭 长远来说 我觉得应该将这些儿童住服务 可能再要统整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儿童住宿服务的政策 应该都很多年都再没有检讨过 每一个服务 其实有自己的定位 还有自己的功能价值 是帮助不同背景的家庭 和不同程度的儿童行为的家庭 从小时候建立一个医护关系 他就学习到原来我有事是有人帮 我是有价值 我是有人爱 其实这样的运作 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又没有标签效应 他也很自然 社署回应说 一直积极检视 寄养服务的情况和发展需要 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增加服务名额 也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 加强宣传和招募更多寄养家庭 也会持续提供各项专业支援 减轻照顾压力 挽留有经验的寄养家庭 时事单面题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容家瑶 港协企奥委会和各个体育总会 简介国歌和声挂区旗指引 他们的义务秘书长黄敏超说 干牌是长远保障运动员的利益 香港编总代表会后 也说新指引清晰 不会对即将出战敌派的运动员构成压力 港协企奥委会向核下82个总会简报指引 超过350名代表在现场或者线上一起参与 业务秘书长黄敏超会后说 已经解答与会者对新指引的疑问 就日后港队参赛的时候 主办场地再出措 领队可以要求暂停赛事甚至离场 黄敏超说有关于安排 是长远保障运动员权益 但就未有正面回应 又没有曾经咨询过运动员的意见 其实我们这样做法都是保障 因为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可能整个sports或者整个队 将来都会受传承 或者政府的资助都会抽走 这样长远算 还对运动员是不公平 港协企奥委会又说 如果港队成员在比赛现场 不知道出错 但如转播画面的资讯有误 就不会惩罚领队 但属会应该向大会投诉 要求避免再出错 香港南总行政总裁麦伟斌 每一会都说真指引清晰 过往强调政治不抵入运动 这次的指引有没有造成矛盾呢 他又说新指引下领队和教练的责任更加重 希望他们能够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相信运动员经过今次事件 也都明白到国歌区旗的重要性 会提高警惕 报线辨识记者 吴嘉軒到道 工程师在反修例冲突期间 在港铁黄大仙站外面 管有镭射笔和胶索带 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 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成 被判囚4个月 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审理 年年26岁被告陆建希 被控2019年10月13日 在港铁黄大仙站移出口之外 没有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 困有攻击性武器 即是一支雷射笔 管有一包胶索带 意图用作摧毁或者损坏他人财产 裁判官莫子聪 说案发的时候有人群聚集 被告声称到黄大仙妈妈和叔叔的家族搬家司 和带胶索带整理电线并不合理 因为当时正值社会事件 被告无可能出门之前不看传媒报道 了解经过地方是否安全 也应该检查所带的物品 以免自焦嫌疑 被告叔叔是高级仓务管工 可以自行搬家司 无需被告冒高风险来帮忙 整理电线也有其他的替代品 被告案发的时候 又将雷射笔带在身上不合常理 如果被告第二天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 就应该放在第二天会着的衣服 才万无一失 雷射笔随时也可以拿出 认为被告是意图伤害 或者和他对抗的人 例如警员的眼睛 而案发的时候管有膠缩底 是意图将杂物和栏杆绑起倒路 裁定被告两项罪名成立 考虑被告表现出负义 和认同控方出现检控言误 合共判囚四个月 并且提醒被告要记得集中建设 不要集中破败 无线电视记者 雷尤昆布道 唱歌散货集团 华尔主脑早前被控多项刑事罪行 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认述 被告谭少奇被控串谋诈骗 以及串谋在涉及证券的交易当中 使用具欺诈或欺骗意图的计划等等 违反普通法和证券及期货条例等等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 案件押后到明年四月再信 不准以一百万保释外出 但不得来说 并且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以及定期到警署报道 另外同案有关13个人早前已经被检控 在2018年10月到2019年5月期间 被告谭少奇涉嫌和其他被告 将两间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价推高 之后涉嫌透过社交媒体 有使他人买入有关公司的股票 然后透过大举抛售获利 我们转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交周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4点 法国Katts数升20点 德国Dex数升96点 跟进下荷兰当局表明 不会麻木跟随美国做法 限制对华出口晶片製造设备 当地晶片製造设备据投表明 会继续投入中国市场 中方早前批评美方恶意打压中国企业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美国商务部上个月7日公布 有关管制晶片出口的措施 美国企业未经当局批准 不得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晶片和製造设备 以免中方利用相关技术提升军力 虽然美方呼吁其他盟友对华采取晶片出口限制 不过荷兰强调不会跟随 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斯莱纳·马克尔 一前向当地议员表明 在对华出售半导体设备方面 荷兰会捍卫本土经济利益 由当局做决定不会麻木跟从美国 斯莱纳·马克尔早前接受传媒访问 提到美国不应该期望荷兰会毫不犹豫地跟随美方的做法 外界认为荷兰希望保留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而不愿意配合美国压制中国的出口感力 光客机是制造晶片的重要设备 作为业界巨头的荷兰生产商阿仙麦 被视为是美方为了抗衡中国 而极力拉拢的对象之一 这间公司计划大约2025年提高产量 延产600部深紫外线光客机 以及90部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客机 公司负责人早前参加中国进博会 就表明会继续投入内地市场 据报阿仙麦的光客机占全球市场大约六成 中国就是阿仙麦全球第三大市场 营业收入达到27亿欧元 在美国的施压下 阿仙麦目前未能对华出口极紫外线光客机 只可以销售深紫外线光客机 而在北京外交部早前批评美国 滥用出口管制 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 说美方做法是背离公平竞争原则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不单是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都损害美国企业的权益 外交部又说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 只会封锁自己 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 母线电视记者朱绍林不流 英国前首尚约翰逊宣称在俄乌冲突之前 德国一度希望乌克兰尽快倒台 德方就驳斥相关讲法 约翰逊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 提到2月24日俄乌战事爆发之前 欧洲多国有不同看法 他宣称德国曾经认为一旦爆发战争 以经济因素而言乌克兰倒台比较好 比整件事尽快结束 约翰逊说理解德方的想法 但觉得这样看待事件是灾难 他又说在俄军越过边境之前 法国一直不相信俄罗斯会出兵 至于意大利依赖俄罗斯能源 一度不支持英方应对立场 德国政府发言人就说 约翰逊相关讲法不合理 又说他极具娱乐性 对于真相另有见解 新增确诊超过9000宗 在两个几月以来新高 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 获最高元首任命做首相 各位艾关合围 南亚海南三名死者家属 入品要求召开死因言讯 高等法院驳回申请 家属说非常失望 会研究下一步行动 其中三个死者交属之后 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死因裁判官重新考虑召开死因庭 说死因庭教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 更加具法定权力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在判辞开手 就以这个是由慶祝开始 但是以悲剧作结来形容事件 申请人一方说 有进一步证据显示 船只仓壁和损坏稳定度的计算出现错误 或者能够进一步揭示真相 例如造船公司绘画员将错误归咎在时任上司 但上司已经离职 没有在调查委员会作供 现在已经找到这名上司 并且说绘图员有权决定 将船只途绩呈交审批 并且负责在批准之前检查船只途绩等等 但这些都没有在调查委员会探讨 法官认为申请一方希望透过死因言讯 用新证据调查船只什么地方出问题 以及谁是谁非 但死因言讯是调查和确定死者死亡情况 新证据最多只是找出哪间公司的职员犯错 法官说明白家族希望追查失去自身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在平衡公众利益之下 认为申请人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 说服法庭召开死因聆讯 决定迫回申请 申请人无需支付重费 又有死者家族说对裁决非常失望 其实国官觉得 今次对公众感到那个细节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要有奈何 就是这样的辩决 感到非常失望 已经可以走到华北厂 可以走到华北厂 家族说会和律师团队商讨下一步行动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昆布道 本港新冠疫情升温 相隔两个几月 单日确诊数再突破9000宗 再多13人离世 政府说过去一个星期 本港整体平均确诊数字上升两成四 其中本地的升幅比较激烈 经审视最新疫情走势 决定维持建行社交距离措施 去到12月14日 本港单日新增9219宗确诊 是两个半月以来新高 本地病例占8500宗 多13个患者离世 当局说过去一星期 本地确诊平均达到7300宗 按周升两成半 输入个案亦涨大约两成一 但阳性比率就不够百分之四 死亡个案按周升大约一成半 过去一周累计78宗 本港主流变异病毒株 仍然是B.A.4和B.5 新变异病毒株BQ1.1和XBB又上升 分别占整体的百分之一和二 其实疫情不像我们这样想 是直线下降的 通常都会反反复复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调节自己心情 不要太惊慌 也不要像事不关己 要保持适度的警觉 政府说现时港大本地个案 即时有效繁殖率升到大约1.3 即每个确诊者可以传给超过一个人 加上天文台预计下星期三转量 星期五更加会跌到最低14度 因为这一刻未適合放宽 社交距离措施和取消黄马 现在这一刻很难预计 究竟这个上升 究竟到顶尾 看样子就应该尾 还是上到多深 会去到多阔多远 我们这一刻都很难说到 如果大家都记得 其实我们去放宽所有这些社交距离 或者防疫措施 其实最重要第一点 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公营医疗系统 的承受能力行不行 这个承受能力除了新冠之外 我们也很担心冬季流禁情况 医管局说近日每日新增入院 确诊人数达到350人 一共有超过2500人住院 比起上个月初上升四成 重症比例就没有上升 会密切监察情况 暂时未需要减少非紧急医疗服务 反而今次的策略是增加指定诊所 和遥拒医疗的名额 因为两者的使用率 分别按月升六成和七成 全部都有大约一千人次 已经占整体九成名额 安劳院舍确诊人数近期上升 政府说留意到有入院 或二次确诊的长者比例正是上升 由安劳院舍负责人就说 大部分都是轻症 不太担心爆发 今个月以来应有超过400个 住在安劳或者残疾院舍的院有确诊 其中安劳院舍每日确诊的院有 由月初大部分时间都是单位数 去到上个礼拜四开始 连续六日录得双位数确诊 星期二单日更加有24个院有染疫 政府说确诊安劳院舍长者 占入院病人的比例 由上个礼拜一成六 升到今个星期一成八 比起最低的时候 只有一成一的水平高 而院有二次感染的比率 由之前只得几个百分比 升到近期大约两至三成 社区只有3%的个案 是属于二次感染 在二三月的时候 有大概七成的老人院舍的院有都已经确诊 但是免疫力可能过了超过了半年 开始也有些回落 可能也会有机会第二次感染 不过幸运看到他们就算是有二次感染 他的死亡率就没有上次在二三月第五波 早期的时候那么高 可能也反映了他们有一些免疫力在那里 张竹军说院有占本港整体新增确诊 虽然少于一成 但都呼吁未打齐针的长者尽快接种 由安劳院舍负责人说 近期大部分确诊院有都是轻症 不认为是爆发 原因是近期业界多收了新的院有 在二月份的时候他不是居住在院舍的 他也都没有经历过院舍的爆发 可能在一个自然免疫力那里 他们是没有一个免疫力 如果再加上他可能在注射 疫苗方面未曾打齐三针 或者有些出去覆诊之后 去社区不乖 不听我们说 走去茶楼喝茶 自己家人带个饮茶 回到来就中招是有的 据说虽然确诊院有增加 但不少长者都很期待可以团进团出 即是闭环色集体外出 会密切观察疫情发展 暂时无意暂缓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不道 内地单日感染新冠数字突破三万宗 是今年四月以来新高 北京连续第三日录得破千宗病例 并且再多一宗死亡病例 当局说要进一步降低社会活动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北京星期二三增1648宗新冠病毒感染 再多一个87岁的女人离世 属于轻症患有长期疾病 占最多病例的朝阳区当局呼吁居民 非必要不要离开居住的小区 以及去就近进行核酸检测 反正能买点就买点回来呗 能储备点储备点 这种情况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给你封了小区 我挺担心的 说实在都不敢出门 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呗 住宿的房租 二店面的房租 员工的工资 他甚至都得需要去 个人就是拿之前赚的钱去赌 不是关门都干不下去了 现在感觉就是疫情 让人感觉都挺恐慌的 对于持续不断的封控措施 有市民认为应该考虑适时放宽 就是说有几个人 他的存款能支撑他一直这么平地待着 而且就算天天有钱在家待着 但是他不是生活 但是他只是一个狗言残喘地活着 就对人的生命的直接伤害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地调整 新的防控手段防控机制 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尤其经济百费在兴的状态 当局又说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供应充足 涉疫的民生商店或者超市 原则上关位一天就会重开 潮阳区内这间超市 蔬菜和鸡蛋摆满货架 对于有内地传媒报道 区内多个新鲜食品电商平台 没办法配送 平台回应说近日订单数目激增 导致运力紧张 已经从其他低风险的地区 调配送帝员支援 多个配送平台就说 已经加紧招聘人手 并且呼吁民众 尽量在一日之内集中落单 减少重复送货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陈卓康报道 国际消息方面 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 获最高元首任命做首相 随即宣誓就任 从正四十几年 经历多番起跌的安华 博会决力履行首相职务 黄山在马来西亚报道 曾经沦为街下囚的 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 登上权力高峰 最高元首亚布杜拉 在皇宫的宣誓仪式上 正式任命他 出任马来西亚第十任首相 安华宣誓的时候说 为揭力执行首相职务 并且致力维护国家宪法 马来西亚大选之后 出现原事国会 未有党派提出首相人选 令到首相一职难产 亚布杜拉今天召开统治者会议 经过咨询议件之后 决定将带领国家的责任 交给安华 马来西亚都登了24年 今天才有机会做首相 希望马来西亚会更加好 我们的领导人 就会可以帮国家多一点发展 将我们的经济全部稳定起来 一个开心的体验 毕竟我们的一票 可以决定我们的未来 今次大选投票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 分析认为这班首投逐对选举结果有关键影响 在这投票要打首任的 而这个首任也都成为这班大学生 关心政治的印记 75岁的安华从政四十几年 期间经历起起跌跌 曾经出任副首相的他 一度被视为前首相马哈迪尔的接班人 但是两人其后关系转差 马哈迪尔1998年 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 贪污和佳奸等的罪名 隔除安华一切职务 并且开除他在执政党毛统的党籍 之后安华更加断断续续被判入狱 不过无了他卷土重来 2017年在狱中被推举为反对党 希望联盟的实权领袖 在第二年 更加和马哈迪尔化敌为友 成功赢得选战 推翻毛统的纳吉布政府 安华之后获特赦出狱 不过马哈迪尔再度败信之后 并没有按照承诺交棒给安华 在今届大选 安华带领的希望联盟吐气洋味 赢得82席 力压国民联盟和国民阵线两大阵营 外界关注他今后的执政前景 领导国民联盟的前首相毛希丁说 安华必须证明他获多数议员支持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在马来西亚报导 先有食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中审法院明天将会审理律政司上诉 法院准许黎智英和程英国大律师 参与港区国安法案件的决定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林美芬说 不评论案件 但认为法例最终的解释权 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排除最终回释法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请英国 御用大律师Tim Owen 就着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代为抗辩 律政司上诉去到上诉庭庇 决定直接上诉去到中审法院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说 不评论个面案件 但就说一般来说 全球的国安法都是保护主权国的利益 不认为港区国安法案件 应该有外籍律师或者法官参加 因为涉及利益冲突 你损害了中国国家的利益 可能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你认为是保密 他认为应该全球公开还要夸大 他会不会都会出现 万一他自己本国是有政治压力的时候 他审理代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出现不公或者中途就是离场呢 被问到如果中审法院最终拒绝政司上诉 或者判对方败诉事情会怎样发展 梁美芬说现阶段不作传测 但是港区国安法属于全国性法律 第65条也有定名 人大常委会有最终解释权 国家对于港区国安法怎样去解释 我相信是会很坚持的 因为在整个立法里面 如果他在当日认为写清楚 不过原来香港认为不够清楚 真的不排除他是会有机会释法的 志深大律师汤家驊说 港区国安法并没有条文规定 限制或者容许被告选择什么律师 如果最终人大释法 或者和部分国安法条文有出入 必须要澄清 对于港区国安法的第四条有关 国际人工约里面的条文 和第五条法治原则的条文 商户之间有什么互相的影响 我觉得选择律师始终来说都是被告人的一个权利 个别案件里面应该聘用什么律师去辩护 始终都是应该从被告人的角度去出发 国安法的审讯应该由指令法官处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当足够维护国家安全 他又说大律师受专业训练 不会受政治立场影响 但就说本港现时有足够的资深大律师 和大律师可以作为代表 母线市记者刘俊玉报道 转体下 富士康位于河南郑州的厂房 近日有大批员工发起抗议 说待遇不符合招聘广告内容 至于新舊员工合宿 生活管理未落实等的事情 将会持续跟员工以及当地政府沟通 强调郑州藏区正常生产 日本传媒报道 首相岸田文雄去年众议院选举 申报竞选经费的时候 缴交了一批空白收据 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岸田承认部分单据有不足 已经指示办公室防止未来再出错 日本杂志周海文春星的2报道 属广岛选区的首相岸田文雄 在上年众议院选举之后 向广岛选举管理委员会申报竞选经费的时候 同收支报告书一同缴交的收据里面 不少收据并没有清楚说明使用目的或者用途 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报告书一共附上大约270张收据 其中有94张为空白收据 没有款项用途说明 也都没有列明抬头 涉及的金额大约9万5千日元 另外有141张收据抬头为空白 涉及金额大约58万日元 没有款项用途说明的收据有98张 涉及金额大约106万日元 岸田文雄星期四 承认部分单据的描述存在不足 说负责填报的人疏忽 没有在部分付上的收据填写用途和抬头 但是强调有关的竞选经费支出 都是适当的支出 他已经指示办公室防止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有传媒说他会改组内阁 以提高支持度 岸田说他完全没有想过改组内阁 岸田内阁过去一个月 已经有三位国员下台 今次申报竞选经费的失误 可能进一步打击岸田的民望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岸田的支持率只得大约三成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导